看一下斗舞对阵T1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个邦邦应该是没想到吧 因为安逸邦邦比较难成圣嘛 然后这里选了什么呢 选了一个张狂挽留带传送的邦邦 好像有点意思哈 这个张狂挽留带传送邦 但是还是不好赢啊 你就开门战有点机会嘛 对不对 开门战秒一个人 然后挂飞以后再或者挂上以后再传了 就是 万一穷者不救 开门战稍微有一个人牵制一下 其实穷者想保平还是比较容易的 对斗舞来讲 你就保个平 双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第三局在里给你决一胜负了 这个阵容 掏影视能不能打呀 我自己感觉是能打的 但没有掏 两个能爆点 能拉你的先知律师 我感觉这邦邦 人都看不见 两眼一闭 都得四五十秒钟 都不止啊 现在你看人都看不见的 看不见人的情况下 这已经过去五十秒了 对吧 等到他看见这个先知 一分钟都到了 传送 这个传送可以啊 这个传送拉近距离 可以啊 这时候传送 连炸 飞轮 看见人打出伤害 或者说看见人击倒 不会只需要十几秒吧 找人找了一分钟 击倒只需要十秒钟 这不跟我平常做饭一样吗 对吧 我们家做饭就这样的 做饭做了半小时 吃吃也就三四分钟 连炸 还可以 还可以 你别说 虽然说前面那一轮伤害打得很快 但是这轮炸弹 陈某人还是躲得很漂亮的 挂进了地下室 卖卖卖卖卖卖 这个先知已经不值得拯救了 这个先知都没有大心脏的 要救他干嘛 不需要救 压着就可以了 一波都不要救 我让你帮帮看不见我的人 好吧 人都看不见 但凡出过双岛 帮帮是有迎面的 但是你不救 待会的话防一手传送 帮帮是个明面上的传送 人挂飞以后 这边帮帮是会传的 防他一手传送就可以了 这手传送防住了 不要在挂飞以后 直接被击倒 然后续上一个人击同手 就是你还被传送了 还被秒倒了 那不行 只要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 还是很好打的 很好打出来三人开门战的 这边 应该是没有任何想法了 耳鸣一直有 但是人就不知道在哪里传了 没有在防 这波其实得防 这帮帮明面上的一个传送 是放了跳板的 那没什么问题 这边的话 律师是提前拉开了的 然后让你传这边的难 那可以 这手的话 跟我刚刚讲的不太一样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以为的是什么 两个人都拉开 机子都不动 让你慢慢的走位排 他们这边选择的什么 让你传我的玩具商 玩具商一波拉开 就算倒地也不倒遗产机 其实我觉得 就你让这帮帮传送交出来 还是拉开会不会更好一点 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还可以 因为机子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总量上面来讲 也就差了70%了 这边难再绕一绕 机子 差不多够了 差不多够了 人挂上这边 杂技过来 把这台97%的机子修掉 然后一个跳板先拉开 等到队友这边机子压好 帮帮要赢的话 这波 这是大副 不好意思刚看错 我以为杂技 大副这波的话 要出现救不下来才行 要出现救不下来才行 一炸 有 人救下来 这是律师 人傻了 不好意思 今天早上没睡好 板子拍了就亮了 板子拍了就亮了 这不亮吗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来的是谁 都不都一样吗 反正就是来救人的嘛 对不对 你就当他是个人 对不对 我刚才就应该讲 来了个人 对不对 这个人 要怎么样呢 这个人要出现一波 被拦截 然后救不下来 那邦邦这把迎面游 要不然邦邦 还是比较难的 这里门开了 要注意啊 他们想三跑 帮帮这边回头挂 回头挂应该是走了 吧 律师这边是已经先进门了 大副也跟过来了 那没什么问题 平局 双方是打成了一个1比1 并且小分也是一样的 军事 做 tale的重要报告 第二步 favorite